风行课堂 这节课本来正午发的 但是呢好像可能出了代码了 说了几个说有广告性是没给通过 所以说有时候出代码吧 它会有时候系统会给不通过 所以说有时候有人说 为什么不能出代码呢 不行 所以说好了我们说一下 今天这节课讲一讲筹码锁定 用筹码风锁定 强势股 这是一个选股模式 这个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 那么刚好也能适应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 因为当前市场环境就是一个高低的切换 那么底部的一些白马蓝筹股 因为注册制的问题 是吧 可能会出现一个上攻 对不对 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不错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这节课 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去选择这样的股票 怎么利用筹码 好了那我们讲一下要点 讲个之前点个赞 又下讲 点赞留言 天天赚钱 也是为自己点一个赞 好 等你三秒钟 我打开课键 下边点赞 好了我们讲一讲要点 第一 单峰秘籍 注意 什么叫单峰秘籍 就是你的股票一定是一个单峰 上边无峰 第二 底部 至少盘整 底部至少盘整 就是说这个做底 不一定这个底是在这里 有可能 那么涨上去了 对吧 震到这里再做 这个筑底 至少 一个月 就是四个州 二十多个交易日 那么第三 长阳过长峰 就启动啊 那么当然这里有长峰之后 那么在过峰的时候 震荡之后 对不对 一定是长阳过 对吧 或者涨停 或者大阳等等 第四 阳线之后 单峰锁定 不能马上 重心上移 对吧 来我们讲一下 这个案例 来我们看 像这只股票 来我们看一眼 那么 我们讲一下 这些股票 来我们看像这只股票 那我们看 擦擦 成马峰 对吧 你看 在这位的时候 你看 通过这个震荡 大家发现了没有 你看 在这里震荡之后 是不是 这里出现一个单峰密集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看是个双峰 对不对 到这里 从这里就成了一个单峰 双峰填骨震荡之后 你看 一涨停板向上启动 你看 这里走入一个强势 也就是当在这里 单峰 单峰形成逼空上扬的时候 你要注意它的介入点 来我们看像这只股票 来我们看 我们这只股票从这里开始 也是震荡了一个月 形成了一个单峰 然后向上突破 对不对 单峰 来我们看像这只股票的 前期 那么在这里啊 通过震荡分化 分化震荡 你看这里 启动震荡攀升之后 这是一个双峰 看到吗 那么双峰突破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突破之后 看突破 逼空上扬 但是呢 我们要求底部 一定要有个单峰过程 你看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形成了一个单峰 上方压力区 尾压力位 我们要求这个也能涨 但是 你可以结合这个方法 都是徜徉过峰 那么你看像这个 就是特别标准的 刚启动 对吧 你看 单峰 过 你看啊 单峰 这一个柱底 形成一个单峰 好了 那么这节课 刚才给大家着重讲的 什么要点呢 就是 它的要点就是 第一 第一 一定是 单峰锁定 就筹码集中 叫单峰 单峰锁定 二 徜徉 启动 因为我鼠标写的字 不好 我给你控制一下语速 就单峰锁定 徜徉启动 在这啰嗦几句 那么筹码理论呢 它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它也有它的缺陷 什么问题啊 就筹码理论 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峰里边 有人学筹码 就这个长峰里边 有多少短线字极 有多少长线字极 对不对 你永远是不知道的 你只能通过拉升 这个成交量 看它的分歧 大小 那么拉的时候 如果出现 你看 说这里 我给你讲一个技巧 有人说 怎么学量价 你看这里 是风 你看一拉 就出高量 一拉 就出高量 所以说它就回调了 虽然也是同样 你看底下 是吧 你看 是不是 底下 是不是单峰 来我们给你看一眼 对吧 你看 对吧 这里是不是单峰 单峰 单峰你看 为什么这里一拉就 它分歧大 那么你看 我们看这个位置的时候 来看一眼 那么这里 你看一拉 就是高量 一拉还出天量 你看这里拉 就没有高量 再拉 缩量 看到吗 这个量就低了 就分歧比较小 所以说 我们都通过 为什么让你学量价 学资金流啊 那你可以测试这些 对吧 这些理论呢 测试这些 实战运用啊 我们就通过这个资金的流入流出 看这个资金的 对吧 分歧大小 分歧大了 那你 我们就认为 呦 这一拉就分歧这么大 我们认为是不是 短线资金多啊 筹码不稳定 不是高贡盘吗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技术 那么学均线不反对 你不能用均线的金叉 去买入股票吧 那均线太之后了 对不对 那么K线 K线就太快 那我们用量价最好 好了 那么这节目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好学习 一些细节的东西啊 你要把它去认真地记下来 学习啊 是一个过程 做笔记 用心啊 把这个知识要学会 然后沉淀下来 是吧 高手啊 讲的是细节 细节 决定你的成功率 所以说啊 好的方法啊 就是实战运用的好 那么很多人 学了很多技术 感觉 用的不好 可能是一 是你学的不用功 没学到精髓 二 那么大家都学的说 不行 就证明这个方法有问题 实战性的什么叫好方法 就在开盘能用的上 而且选股用的好 成功率也高 OK 好了 这节课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那么很多人给我留言说 这个专栏在哪里 专栏就是打开 今日头条 里边点开风行过海 里边有一个专栏 就这么简单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